北京4月9日 賓國議員 我覺得藝人是必須參與這些次次活動 包括幫助人 動物 環保 世界 可能有許多地方的兒童 或者很窮的國家 我們這次來到是要保護鯊魚 老實說小時候我挺喜歡吃魚翅 但是開始接觸到魚翅是甚麼一回事 看到很多動物的紀錄片的時候 看到很多鯊魚其實是沒有必要去進食魚翅 其實是沒有甚麼特別對人體有益的元素 所以你吃魚翅其實是沒有甚麼必要的 所以我覺得藝人必須要去做這件事 去推廣給一些不熟悉吃魚翅 吃魚翅可能會很有營養 我覺得是要推廣給他們知道 其實沒有營養不只 剛才聽到可能會有些水銀 會影響到人的身體 我覺得要給一些未接觸過魚翅的人知道 那如果跟女朋友出街 會不會有些海洋公園主題公園玩 那關吃魚翅是甚麼事 以前沒有帶過 小時候哪有錢帶女朋友去吃魚翅 不是吃魚翅 去海洋公園被我弄到我都亂了 沒有了 以前我們去可能你都不知道 我們去荔園多 那時候 你知道海洋公園的門票有多貴嗎 對於我們來說 你又要折省零用錢才請女朋友去看 基本上在我們小時候是沒有甚麼可能發生的 所以你門票可能 你在荔園十幾二十元就已經入場了 可能玩幾天了 所以在海洋公園其實是沒有的 那現在就會用我這些大使的身份去推廣 就是海洋的保育的重要性 這個程度是不是很寒 現在還可以 因為月底我會開一部電影 電影之後再回去國內拍多一部電影 接著回來再開飛虎2 飛虎2之後回來又要開一部電影 跟Licky那部我想都要退到去明年才會再開 因為可能是劇本或者是場景的問題 之後都會開的 我想來到現在我知道 都會忙到去19年的年中 會不會都想去放假 放了的了 其實在這段期間一直都有放假 其實去旅行那些東西 其實我不是特別想去哪裏 因為拍戲都去了很多地方 其實現在最重要就是陪我媽媽 跟她去街市 去超級市場 去買禮物 跟她去買花花草草的地方 我覺得 因為以前在舊公司裏面 其實是沒有時間去陪到她們 即爹地有幾年前就走了 現在回到媽媽 希望可以抽多點時間 可以和媽媽一起 談戀愛先 但經常跟我去街市場 你會不會都說 你為何不約一下女生 剛才你不是這個問題 你是問如此的問題 是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其實她 見到我都已經不想 有沒有其他女生陪我 就抽多點時間陪她 其實兒子都這麼大 都自己會想的 你何時結婚 何時生孩子 你自己想 其實基本上她的表情 都沒有說什麼的 沒有說催你何時要結婚的 有提及 看到我 不知道為什麼 她看到我和我的朋友 那些小朋友 玩的時候 何時到我呢 我媽媽 其實我看到的 盡快 都有想過 因為身邊很多周遭的朋友 都有小朋友 那些朋友經常都跟我說 喂 生日快點 你不怕有代溝嗎 那我說 盡力吧 那基本上 忙起時間上來 其實基本上 連拍拖的時間都沒有的 所以 那所以 隨緣 有沒有見Bosco 你好像有到新的朋友 有見Bosco 我們有聯絡 但是沒有問你剛才問的秘聞 是的 是的 那她自己的私人事 當然由她自己回答 是不是 是的 她沒有請到我 她新高入伙 那這件事我跟她說 其他她的感情事 留她自己回答 OK